2013年全美亚裔房产协会 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在温哥华举行了首次的高分论坛 这次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 与会者认为大开眼界 授予非浅 这也宣告了全美亚裔地产协会 温哥华峰会的成立 标志着有着广泛影响力的Aria 与温哥华展开了跨国性质的合作 在第二届峰会举办之时 大温房产电视栏目《深度对话》节目 特别请到了全美亚裔地产协会 温哥华峰会创会主席麦敏华女士 请她来跟我们谈一谈 今年峰会的具体情况 Tina你好 去年我也参加了全美亚裔地产协会 温哥华峰会的听了一两个场讲座 我觉得真的受益匪浅 而且觉得从她的内容 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说 都对我很有启发 没想到举办这么成功的峰会的背后 是一位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士 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开始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本人 可以 完全可以 我是麦敏华 Tina Mac Coldwell Banker Westburn Realty的地产经纪 我从1991年在香港过来 1992年开始我的地产事业 从2007年开始 我从在电台上面会有我自己的广播的节目 就是想把东方跟西方的大家的交流多一点 然后让知道外国人本地人的 他们做事情的方法 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什么分别 然后从三年以前 三年多之前 2011年左右吧 我开始到美国那边去演讲 然后结束到传美亚裔房产协会 从那个时候 我非常的对这个社会非常的赚敬 他们的专业证程非常的好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加入了他们的社会 那从2013年以下 后来我们就在这里有第一个峰会 这个协会的全称叫 这个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对吧 对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对 传美亚裔房产社会 是一个十年的organization 他们呢 现在我们有14000多个会员 美国来讲说 有39个州都有份会 一共我们有23个chapter 温国华这个会是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分会 为什么我对这个会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呢 过去几年加拿大人到美国去投资 我们是No.1 我们是美国的No.1的 Foreign Investors 就是美国房产的最大的买家实际上加拿大人 对就是加拿大人 所以其实加拿大人根本对美国的地产不一定很熟 所以我在他们的会议上面学了很多的资料 不同的资料我觉得其实对我们 如果我们加拿大人对美国的房产那么有兴趣的时候 为什么不让他们的专业人士到我们这边 跟我们去分享交流 那让我们的去做这个investment 这个投资的来讲说会比较清晰 然后知道他们的亏据是怎么样 那大家去投资的时候的方向会比较明确 那现在呢 这个去年您举办了这个温哥华第一次峰会 几百个人参加 盛况也空前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和交流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平台 对 那么呢 现在呢 就是说去年的情况 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有的人可能错过了这次机会 对 去年是我们的第一次办这个会议 我们参加的人 百分之五十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呢 不单纯是温哥华的人 是多伦多 欧多瓦 阿尔伯特 亚上通通都有过来 那百分之五十呢 是美国人 所以呢 去年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成功 因为很多本地有名的 地产公司 地产公司 他们都有 都是跟我们的非常地 对我们非常地支持 他们来到的时候 他们从每一个人 不管是你是总裁啊 或是中介啊 或是那个banker 银行的银行家 他们通通看到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会议 因为我们交流的不单纯是中介跟中介的交流 那我们带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呢 他们觉得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会议 大家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今年我们再去再做多一次 也是希望每一年我们都会做这个 那让大家去做这个投资的时候 比较更多了解不同的知识 那了解的时候 那对我们的投资来讲是说 比较保险呢 不会亏钱 禁念 禁念 那今年这个温哥华峰会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主题 对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 就是technology rear state 就是and luxury market OK 都是关于豪宅呢 因为最近来讲是说 美国那边呢 他们的对这个豪宅的需求也是蛮多 那温哥华呢 我们的价格也是不便宜 所以也是有多豪宅 但是其实我们加拿大 温哥华也好 不管哪里的加拿大的豪宅 比一下我去美国看一下 他们的豪宅其实差好远 他们真的因为地很大 所以非常的豪华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technology 因为现在呢 那个social media 媒体那些 所有的那些 对我们仲介来讲的说 也是我们做生意的多一点 不同的marketing 我们怎么去推广 推广我们自己呢 或是推广我们客人的楼盆呢 所以那些都非常的重要 这今年呢 我们的主题就是最重要 就是说technology 跟luxury home 请了很多不同的人过来 也是有三分之一的 也是从美国过来 OK 然后呢 其他的时候 也就是本地啊 或是在其他的 加拿大地方的过来 我们就是交流这个 分析这个 对大家看 希望就是可以对大家有贡献 好 那如果说如果是报名参加 那这次峰会的话 您觉得就是说 最主要的几个收获会是什么呢 OK 几个收获呢 第一 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 随着这个现在的市场的变化 做生意的不同的方法 去可以更 让我们大家就是说 更有很多的不同的知识 怎么样去 随着现在的 时代的发展 OK 变成一个更好的终结 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 帮助我们自己的客人 如果他们小孩子 要到多伦多念书 去Calgary念书 或者去美国念书 不同的地方来讲 说那边的地产是怎么样 我们不可能认识 所有不同地方的地产 所以呢 照这里来讲说 我们可以networking OK 我们可以做这个networking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客人 小孩子要去多伦多念书的时候 那就是希望他们想到多伦多那边 买一个房子 或者是住一个房子 那边的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应该买还是应该住呢 过来我们这边的时候 可以跟多伦多的仲介去交流 如果有客人 小孩子希望到美国那边去念书 念大学 OK 美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请我们 这一次我们请到 中介 从San Francisco New York City Arizona 加州 不同的地方的中介过来 都会跟我们讲一些 关于美国地产现在的走势是怎么样 还有呢 如果我们有一些客人 我自己都有 因为小孩子现在想办到那边 美国那边去念书 他们对那边的投资 或是办到那边去住 也有兴趣 我们也有这个EB5 这个是他们的投资的项目 他们也会过来讲一些EB5 还有最重要 我们移民的那个法案改了吗 我们现在会有一个移民的律师过来 跟大家去分享 关于我们现在加拿大最新的移民的法案的 最新的消息 或者是要到美国 多伦多 或者是哪里 外面去投资的时候 那个跨井的税务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会有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